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星期Billy仍然有失望 所以我們倆就先吹一下優良球 是的 我們先吹一下 很久沒試過兩個人做節目 是的 但這星期因為都很受世界杯的賽程影響 是的 因為大部份球員都踢了世界杯 對 大家都不夠時間看球 本地球還是小貓三幾隻 先跟大家播一下賽果 其實這星期 過去的星期是踢了五場比賽 過去的星期 但在五場比賽中 就像我上星期預告一樣 踢一下竹種杯 又踢一下青鷹杯 又踢一下聯賽 都挺有趣的 首先在上星期11月30日星期三 U23 終於開齋了 1比0就贏了晉峰 雖然是青鷹杯 但入場人數是226人 然後12月3日星期六 就有頭場南區在香港仔運動場 3比1就贏了和虎大埔 入場人數301人 這場球是港超聯 踢完一場青鷹杯 踢完一場港超 然後第二場球也是青鷹杯 港會1比2在青衣運動場輸了給李文 入場人數290 同日第三場球 踢完港超 踢完青鷹杯 就踢了杯賽 又踢了竹種杯 真是過癮 杰志在竹種杯的八強 4比1就贏了深水寶 有杰志的擂台等 只有497人 星期日一場獨腳戲 12月4日 又是港超 東方龍師5比0大勝香港U23 入場人數288人 Wingo 我們報了賽果之後 就給你一些統計 其實大家都說 世界杯開羅 就忍了很多球迷去看球 少了入場 到底差多遠呢 我做了一個統計 其實在兩個星期之前 世界杯是11月21日踢的 第一場球對上星期 即是19、20日那個星期 其實也踢了五場球 入場人數有3777人 平均有755人 到了世界杯剛開羅的星期 即是26、27日那個星期 就剩下2773人 平均入場人數有554人 到了今個星期 那就精彩了 今個星期由3000多跌到2000多 今個星期五場球加起來 就有1602人 平均是320人 即是三個星期內 由開羅之前的755 跌到554 到今個星期就320 你說沒有影響是假的 大家做球迷都知道 因為你又看世界杯 又看本地球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大的影響呢 我想其實時間安排上 因為大家都知道世界杯 其實來到這個淘汰賽階段 就11點、3點開兩場 我想很多市民 尤其是星期五晚 你說閒日 可能很多人在這裏上班 不兇時間看 到星期五晚 你當然想看夜晚的一場 星期六也有攤屍 星期六更加會看 如果有的話 所以我想小不免 都會有些球迷在取捨之下 氣寶 我當然是看世界杯 日休息一下 還有有時可能 我覺得這樣說 小劇場假設 凌晨3點看完 5點 你早上不能陪伴家 不能陪伴老婆 不能陪伴老婆買菜 不能陪伴老婆 不能陪伴老婆 你下午也要還給他們 所以就看不到球 所以我覺得都挺合理的 世界杯會打亂很多人的生活 例如周中夜球 星期六日的尾場 你踢完之後 隨時隨時就已經是九點幾十點 那場球已經是十二點踢了 那你完全沒有回家 難道你回家又再看世界杯 而且他最初那一陣子有些六點球 六點九點 對 直撞了 哇 直拳對決世界杯和本地球 即是 入場看球的真正的忠誠瘋子 所以入場人數偏低也很容易理解 但是本地球這幾場球隊的表現 亦沒有令大家失望 小Ur3有開齋 阿司徒上去討論球也比較開心 其實真的想說 我剛才經過廣超十對球 其實也有好幾隊主教練都去了討論球 我覺得這些對教練來說 都是好的公關 讓球迷知道這是本地球的教練 尤其是曉明應該有很多人稱讚 即是不只是我們的本地球瘋子 有些可能是叫做奶奶鞭留意本地球 看世界杯這個也說得不錯 雖然曉明的聲音相對上是比較悶的 得罪那一句 但是他的分析 他的戰術洞察力是有眼睛的 郭Sir更加不用說 不過聽說郭Sir有些球迷都很一般 就說巴西球員跳舞 是呀 堅尼也這麼說 即是他跟堅尼是看齊的 對呀 我超越了那一層 堅尼教科也一劈糞 所以就不知道了 但有郭Sir又有司徒 然後有朱Sir 常規的差不多是他們的主力 Ricky 你知道堅也有 Ricky當然是 Ricky和郭Sir是主力 對呀 變成再加上阿聰 即是兩個阿聰 即是鄭紹聰和梁冠聰 還有家樂 兩個家樂 郭家樂 沒錯 還有許家樂 所以沒有郭家明 所以很搞笑 我看過世界杯的時候 就很留意他們會不會講球的時候 講一下本地球 他們絕口不提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有衝突 我剛剛這場球隊員你 然後一起上去講球 有些可能是無謂提 你很難比較的 我們有點癡 經常拿本地球去跟別人的東西比較 認真地說 如果一些看著足球的球迷 但對本地球沒有興趣的人 聽你這麼說 你拉蝦糞 我總是覺得香港人 一直都是看別人最開心 沒錯 總是會有些人帶著偏見 看不起本地球 所以我覺得沒什麼必要 在那些情況之下提 你說有些東西 可能是說巴西的時候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巴西球員 拉兩句就算了 不過說真的 講得深入真是兩個世界 我們都要坦白 你一看到就 尤其是你看亞洲隊 或者非洲球隊 其實亞洲球隊也挺出色的 沙地也有球贏 最有阿根廷 沒錯 所以說真的 我們明年來的亞洲杯 都會希望有機會撞到這些 你怎麼都會撞到 因為那四隊都是一隊 香港我們那一組 都會有一個一隊 所以 我就期待 斯朗他簽隊中東球隊 在亞冠隊 沙地 可能會不會有機會 對阿傑智 或者李敏 等我們教他踢球 對 經常都說誰踢法子 斯朗 但是說回本地球 剛才Wingo也提過 上星期三個球賽 其實終於很開心看到U23開債 雖然90加2就憑鄧賢詹的入球 就叫做低了進風 令到司徒sor上的廣播也比較爽 沒錯 其實這場勝仗 都在U23等了好 其實這場就不僅是今季 是說兩季 即是他們是創會以來的第一場勝負 都值得高興 整群年輕人其實很明顯看到進步 是不是有500元獎金 可能是終於有派彩 我看到圓場後 其實他們一群球員 就像他們剛剛開季 即是去年 即是剛創會第一場球 圓場都圍了一群 圓場都圍了一群 圓場的大姐都離開 他們還在說話 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不知道他們在說 獎金還是哪個招 通常都叫入球的招 但是這場球 就看到U23 與其看得好 不如說對面看得差 即是進風 都叫做天殘地缺 每一場球都好像人都不夠 即使下半場換成菲利皮 廢利普薩出來都救不到對方 到最後進不來 反過來 就給別人一個攻勢 其實U23勝出球是非常合理的 希望這場球打起了時器 就下一場 我看到圓場的球員 說怎樣 這場球贏了下場對東方 做低東方 誰知道第二場對東方有五彈 沒有的 我覺得現實始終都很骨感 不過對進風 我覺得是欺負到好處 你說對巨人哥利亞 無緣無故贏了潔志 我想對U23來說也沒有可能 暫時未見 對潔志 雖然說上半場封殺 封阻到 但是希望一步一步來 坦白說 U23來說 這對球始終都搞不定 它的原生性問題 對球生存來做甚麼 我們本身一直都在屁股 因為一月份才有U23對深水埗 叫做榜美大支 哪隊可以二年開齋 其實我們經常都在等 會不會兩隊都去到二三年才開齋 誰知道U23告訴你 不是的 原來就算不是對深水埗 其實進風也不是好得多 對 進風也排第七 其實這場球也說了這麼多 因為我經常說青英杯沒甚麼好看 稍後我們先說幾場球 這個插口說句 其實剛才我們說到世界杯影響入場人數 其實你說無可口非 因為這陣子都要排比賽 因為你可能本地球賽程 如果世界杯影響香港沒有參與 你都要漏空的 這樣說不過去 OK 但是不是正在安排一些 即是你看入場人數 我覺得尤其是有很多教練要上廣播 球員也有參與 可能球員也會看球 其實對於整個作息來說都挺辛苦的 其實這些時間是否踢精英杯 比你又插一下聯賽 又插一下竹種杯 如果這樣在世界杯期間這樣踢的話 我怕世界杯未完結 已經定了青英杯冠軍 到時他們沒有球 很踢的 我想他們的竹種也不理會 老實說 他們怎會想到這麼遠 人家世界杯的賽程就一早就定了 你說超聯的就算了 這是一個笑話 你看這個星期 好像夾組再離譜一點 夾組越來做 你看青英杯聯賽竹種杯 青英杯聯賽竹種杯 這樣踢的就算是糟糕 反而我想說說第二場球 冠中南區3比1 贏了和虎大球 不過我不是說這場球的戰程 而是說他們的賽前宣傳做得不錯 之前其實他們也試過在比賽 尤其是大埔 都會找一些對手 找兩個球員拍照 手掛 今次就和南區球員 兩個派代表出來 就是築棋 其實這個築棋的比喻 就是宣傳 挺適合踢球的 我覺得一向都是很鼓勵 這些不同球隊去做多一些聯合的宣傳 說真的 在香港對對球 大家都是一年約 隨時你又下年又去那邊 隨時老闆又是 大家又認識的 其實我覺得敵意相對低一點 大家多做一些宣傳炒熱的事 就更好 不過我覺得挺搞笑的 他好像是用築棋 對 沒錯 是不是築棋 對 築棋 他的節奏好像築棋那麼慢 好像築棋那麼悶 好像築棋那麼悶 南區一向都是 南區一向都是 所以用築棋來說 南區也對 都是手勢的 其實這場球是過癮的 因為南區上半場 16分鐘已經有三顆 肥棒9分鐘 家耀12分鐘 肥棒16分鐘 會可以到 其實上半場已經撐住三球 就不會覺得南區下半場 會繼續水人射地 的確他們算入三球 都不是水人射地 就是貫徹Ricky 他平時講球就講得很精彩 但是教自己對球的時候 就另一回事 主要是小輩調教 反而我想說 南區贏球也算是合理 但是我開始對和庫大埔 都有點擔心 輸下一場輸下一場 其實本身季初比我們 那種朝氣不錯 對 好像突然上來又士氣如紅 但現在好像有些回堂 安達也離開 沒錯 剛剛我們做節目 那一刻就宣布離隊 據聞他還會簽多一兩個 有實力的球員 就像下半場雷仙奴 也有開齋球 其實這個球員挺好的 當然 近來看的太多巴西 不是那些級別 但是 這個球員踢本地球 真的夠做 問題就是 究竟大埔 在這個賽事 在本地球 如何磨合這群球員 其實也很難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看到 他們本身有一個骨幹 我們經常說是元朗之前的範體 有幾個都很重 但是踢下踢下 好像 我覺得李行匯 開始還未掌握到 怎樣叫贏球的方程式 你說對著弱隊就不搏 對著強隊就輸定了 所以其實就很窄 看回戰績 和虎大埔近來都令我擔心 希望他們一月份 說這個轉目槍開來後 爭了兵就會好一點 希望大埔不是說拿冠軍那年 其實大埔之前一向都是 屬於一些黑馬類型的 會不會偶有驚喜那些 暫時沒有 對 現在這對球太預測了 我們經常說那些WOW Factor 要找回電源之間進來 可以改變戰局的人 感覺上大埔太平實了 現在這對球 你說他會輸很多 好像不是 雖然開季之前 也覺得大埔的板凳深度是淺一點 不過其他隊更淺 他對著南區 南區更淺 那個感覺好像 你還差 還有一隊比你差 就不害怕 這種感覺 南區就恭喜他 又贏了一場 其實浮沃沉沉 我覺得南區這對球跟流浪很相似 兩隊比我感覺都很不穩定 被造黑馬 反過來 今年最令我驚喜那一隊 一定不用說的是港會 反而這個成績就像 他們兩隊應該踢出來的勝出 是的 下一場球又是青鮮杯 同一天港會1比2 就輸了給李文 感覺上其實港會 你問我他們踢杯賽好 踢聯賽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老實說他們都是 只是臭腳踢而已 是的 本身應該是這樣 但踢下來本身就是 尤其是大家印象深刻 那次去主場 對著李文 差點 差點偷雞成功 是的 由三分變成 沒有三分 其實也很可憐 這場球 反而到了青衣運動場的時間 整個比賽就被李文控制住 不知道是不是還沒下班 那些人踢入球那天 不過是假期 不知道那些經理要不要上班 但是在青鮮 他們看世界盃才會合理 是的 那些貴人 那一群就是看世界盃 講到這場球 我們簡單講一下比賽 其實A、B組開始明朗了 雖然很漫長 去到明年的年中 才踢淘汰賽或決賽 但是其實 這兩組已經開始有幾隊 已經失去增標的意欲 其實接下來 跟大家預告一下 很多青鷹杯的賽事 都是那些叫垃圾比賽 其實大家沒有什麼好爭 譬如我綁尾不會降班 我不會掉掉青鷹 我變成沒有了青鷹 你不能增出線的話 其實後面那兩三隊 其實完全沒有增性五六 李文就應該理所當然 應該就能夠出線 但是問題是 好像港會、進風 甚至乎於亞三 深水埗這幾隊球 真的不知道踢什麼 我就再擔心 那個入場日數再進一步下降 其實那個 起碼也會有影響 我看上兩個星期 都有東方對下李文 然後潔志又對下東方 都有些大戰 今個星期沒有強強對碰 入場日數又是令到大家擔心 是 開始進入八強、四強階段 沒錯 到了尾場 潔志四比一 贏了 在捉重杯淘汰 深水埗入四強 開心就看到深水埗終於 格爾也有球入場 雖然潔志不說 基本上贏是應該的 對著深水埗 但是他就不會踢到 好像之前10比0那麼離譜 至少看到那些人都留著留著 特別我想說一下潔志 亦都是 巴爾拿 即是他自己在 你又有基爾頓 又有查理 是不是 其實本地波就一定夠做 查理 查理半個本地 本地 應該都夠做 所以其實貴貴的 不知道會不會去第二隊 據聞就在談 不知道 看看吧 如果太貴的 也是談不妥的 這個我又可以覺得 有點像華道師 當年的感覺 是的 不過我就猜巴爾拿 應該會比華道師貴 不過我也聽過 巴爾拿其實不算貴 即是比起潔志 之前簽過的外援 他的比較之下 其實巴爾拿是充足的 我覺得潔志 不用巴爾拿 其實一來是因為錢 節省 但是另外一件事 亦都因為這一年 大家看到這一季 整體上其他球隊的發揮 令到潔志 是根本不需要出錢 即是很老實說 如果你說做兩隊 是李文這樣的質素 做多兩隊 應該是這麼說 李文在李文之上 他根本都不敢 那麼容易放走那些人 另外一個因素 應該也是亞洲杯 沒錯 改制 令到你中間有一個空窗期 更加是帶一條道理 你未來二三年 根本不需要養這麼大隊球 我覺得都無口非 作為球隊經營來說 你不能叫他做樂線堂 是可惜一點 可惜 但是很多人很喜歡巴爾拿 巴爾拿也是很波子人 而且在香港 應該是這麼說 正面一點 他是成功地融入了 即是在香港生活到 其實是不容易的 其實很老實說 迪天勞的時候 都說在香港適應不了 因為你的球場 即是球場 等等 但是感覺上 巴爾拿在香港生活得多開心 因為一家大小也在 所以就希望留得低他 有時候不是說 他留在那裏 逮捕香港那些 浪費氣的 他都不會逮捕香港 你會看到一個對面人 是這麼做的 你都會學到 即是希望那些年輕人 真的有看 即是有學習 所以留得低就留低 我想對於巴爾拿來說 留在香港都是一個 都有點有因的 一來留了那麼久 二來就說真的 回西班牙 我也不會覺得他回西班牙 會找到工作 即是找到一隊 不易落班 對 找到落班 你拿著GV 我在香港踢港超 對 而且對於他來說 家人在這邊 他的年紀 你會說再去外廠 即是不會去JV坐一年半 老實說 很明顯這件事 巴爾拿不是很出色 然後有其他 另外國家的球隊看中他 就叫他來 我們這些就怕菲利普薩多一點 就不用考慮 不過我自己覺得 其實今年的結智 尤其是 剛才提到基爾頓 還有查理史葛 其實感覺上 他們本地這幾個人都夠做的時候 就不用用到他 趙聰明都夠做 對 這樣說 阿廷也要外界去南方 不能夠踢 就知道他們的人才鼎盛到這樣 其實巴爾拿 應該都挺深得球迷的喜歡 因為這些球員又不會拿樓 長長波 不過感覺上好像近這兩個月 不知道是否約會的問題 其實已經好像沒什麼心機 可能也有一點影響 其實結智又不是怎麼用他 也慢慢把他在球隊的重要性 放下了 放下了 正常 我是朱sir 也要準備了一些人去頂你的位置 也要先讓別人踢住 他試一試的位置 誰知道那些人就長長十比零 七比零 可以了 OK 巴爾拿再見 這個我覺得對結智來說 也是一個挑戰 說真的 你說現在放走巴爾拿 我反過來 讓你這樣說得罪那一句 中長線那些 你現在出賓幾文 在本地球街夠招格 但是你出去 說真的 阿斌先生那些是否真的可以踢 是不是真的可以踢倒 到時你找一個什麼人來融入 這個就要看五先生的部署 說真的我覺得結智這隊球隊 我都頗有信心 他是有想清想楚的 也有下一步的部署 可能你說 亞洲賽差不多要開始了 他引入什麼人 那一刻才找 我想他會有穩定的 最多不是現在簽的 我猜他會是一個比較好準備的球隊 不過 希望亞洲賽不要再改制 是 等一下我想一下 突然之間說不要了 我們二三年都是計劃回合表 九月開球 到時找人簽 但是你看到好像今年的明家索夫 其實基本上 就算我當你後面周元德 不太對路 輸了一兩顆其實前面都是這樣入球 你也是不說不得的 說真的你對於阿三春明家索夫 你也不知道是否對得到他 反過來那些年輕人對著他 又不知如何守 我最近這兩個月 我看到傑志維 一認真點踢就是輸給李明那一場 其他比賽都叫他們勒著勒著勒著 也收夠醜 也換下後備 他們好像是用練球來練自己的實力 然後比賽是放鬆的 好像人家的舒緩性 其實他們在隊內的分隊賽 就差贏了 就在真正比賽裡休息 你贏了球就可以休息 你贏了球就可以出來鬥 輸的那隊就要踢連賽 這場球也不用怎樣特別看 尤其是深水埗這些球 他們的焦點也不是怎樣贏球 尤其是在杯賽裡 對著傑志的那麼強的球隊 其實輸1比4也有交代 尤其是還有一番入球給阿韋獎給郭Sir 郭Sir 郭Sir也很開心 可能剛才遇到司徒 今天又要翻球 U23就贏球 隔壁也穿得到 沒錯 但在第二次比賽日 U23 在聯賽的獨腳器 就輸0比5 輸給東方龍師 其實這場球 你看到東方贏得 我真的用太輕鬆來形容 基本上U23 他想做 但很明顯是有心無力 其實比對手差不多射到也有 其實挺可憐 數一數一數一數 其實U23在聯賽 都輸了幾場球 是4-5球以上 正常 U23去踢大磚杯 隨時都未必贏 對嗎 所以也挺可憐 在聯賽上 東方叫做追上來 其實在這一週的比賽 未踢之前 其實南區 大埔 東方 和U23 都是踢小場的 我們又和大家討論 聯賽榜 這個星期未踢之前 其實大埔 東方 南區 和U23 都是踢小場的 剛剛好 踢完這一週之後 大家都踢了七場賽事 可以明確一點 和大家討論排名 暫時來說 李文仍然都是 以七戰十八分的排載 聯賽榜首 傑子和他同分 但對賽成績差 所以排第二 第三名 就是贏球的灌中南區 贏了3-1 之後 上回第三名 壓過港會排第三 有16分 港會七戰十四分 繼續排在第四名 你想想 怎樣可以想到 現在踢到差不多季中 港會是第四 死不死 第五名 東方 本身排六七 這場球贏了U23之後 也上回 11分 排第五 這些排名 其實比較合理 你看到 東方後面 進風 七戰十分 排第六 標準流浪 七戰八分 排第七 然後第八 和虎大埔 有五分 榜尾仍然是深水埗 和香港U23 兩隊都仍然是零分 在聯賽暫時沒有任何分數 其實你看到排名 暫時來說 你唯獨是令大家有點意外 如果倒轉來說 港會和流浪調位就差不多了 其實港會應該是第四 怎樣猜 還要是踢足七場 不是他自己踢多幾場 然後拿多幾分 現在人家十二十次七戰 就是十四分 十四分 其實算不錯 十四分 即是你往年不會降班的分數 如果港會十四分 到最後要降班 也挺奇怪 當然這幾年沒有降班 但是這個排名 我想排第六都不滿意 如果這樣算 不過我覺得這個 沒有什麼好笑 當然我覺得要鼓勵港會 而且要讚賞他們 真的看得好 但未好到是贏職業球 即是職業球 很多墮落 真是墮落 真是墮落 你才會連對業餘的 一週兩年的 你都搞不定 沒錯 這個又是結構性的問題 其實也很難再講些什麼 因為其實 以我們現在的超聯 這麼奇怪的組合 即是有U23 又有港會 甚至乎 我覺得深水埗 都是勉強升上來的 其實令到大家的感覺上 那個競爭性 是再進一步 與其你說 大家近了 不如說大家也弱了 是 現在的感覺是大家一起群約 是 所以其實 反過來 你看到傑志和李文 又不是大家想到這麼強 中游那幾隊 譬如南區 東方和流浪 甚至乎可以令到大家 失望你形容 其實相對來說 大家都把曲線拉低了 應該強的那些繼續弱了 中游那些就好像榜尾一樣 這樣才會令到 港會能夠做到現在的成績 你想想其實在聯賽中 輸了一場球 是的 其實挺誇張的 雖然他還未對李文 潔志和東方 比盡你輸了 輸了四場 但是你想想後面那些 也算是第八 輸了四場的大埔也是第八 但是估計 你現在看他的排名 其實他雙翔環 其實你每一隊球 都是踢十八場 其實你差不多踢了一半 但是港會有十四分 你看看後面 後面那幾隊 哪一隊可以預計自己得到十四分 整個球櫃裏面 深水堡 你也挺難想像他會得到十四分 想想如果他得到十四分 現在是零分 最低限度 起碼要和六七場 贏一兩場才有機會十幾分 那有沒有那麼多場球 讓你贏去得到分 令大家疑問 至於你說聯賽的競爭性 我想要先看看世界盃 因為最近大家都把焦點去到那裡 我又看到最近有一個報道 挺有趣的 就說到底他們的國家 或者球隊和世界盃的距離 我們又談談 香港隊和世界盃 這個決賽周的距離有多遠 這個問題真是難回答 物理距離跟你說六個小時 現在答應不是很久 我又覺得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去上立法會也好 或者政府去做一個長遠的政策規劃 無可避免是拿世界盃決賽周來做一個目標 但是對於香港來說 世界盃決賽周是否一個現實的目標 很簡單地說 世界盃決賽周有多少隊亞洲球隊 只有四隊 我們現在剛剛才進入亞洲盃的決賽周 那裡也有二十四隊 所以剛剛才進入那二十多隊 何時才到那四隊呢 我覺得很難用時間來量化 你又這樣說 連之間爆出小宇宙 可能下屆也可以 下屆48隊 那是否等到八、九、幾隊 九十六隊 世界盃踢了一年 好像現在歐洲玩國家聯賽一樣 沒錯 不過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其實香港的足球是想怎樣發展 有時候我覺得入了世界盃決賽周是一個指標 但是不應該是一個 指標是一個目標 但是不是結果 你入了又怎樣 你日本和韓國入了這麼多次 那怎樣怎樣 都是在十六強 我們偉大祖國02年也試過 很老實說現在也是 除了巴西之外 除了巴西之外 有哪一對 不是經常說那一對 中國是沒有試過在十六強輸球的 不是的 很厲害 日本也輸了四球 所以我覺得 尤其是我們作為球迷 我經常這樣說 你如果說的目標是太遠 根本是觸合不到的 其實你只會令自己絕望 不如一步一步來 其實現在先搞我們 我們這樣說 我在看韓國日本 或者不是說韓國日本 我們說一些中低游球隊 你看到其實加拿大都是一個很 可以參考的一個對象 其實加拿大在美洲本身都不屬於一對強隊 但是一來就是今季美洲區外圍賽 他踢得好 是 二來也是多了 爆了一兩件真的有強力的新星 阿芳索艾維斯 是嗎 是 是 你變成 你叫做衝突的世界盃 但是你看到在決賽周期 其實還有他 雖然他是牙刺 是吧 不過他有希望的一個下屆 到他們主辦 他一定有份參與 那我就 你當是這個模式 那你可能香港需要多幾個領軍人物 是很超級的 是 你看到奧地利其實也是 也是踢來踢去去踢阿芭巴 是 你也是有一兩個很超級的球員 帶起到對方 即是像韓國孫興文一樣 是的 即是帶起到對方 你很難像日本那麼平均 日本那個根基的種子種得太好 他唯一不好是12萬 是 其實我覺得那個問題 不是在於12萬 是整隊球的信心問題 是 你應該這樣說 日本到現在 都還未 carry到 要衝破16強的心理壓力 是 我覺得去那一刻 是分別 說笑世界盃 我想那一刻 他們的心理壓力大於一切 即是很怕輸 簡單來說 其實他未到八、二分鐘前 他有本錢繼續攻 但感覺上就好像 我以後都不敢輸 即是他有些上一屆 輸給比利時的陰營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這個是強隊和弱隊 是他中間一個要愉悅的大跨步 即是你弱隊不怕輸 即是李文 即是說真的 你說香港隊 踢到世界盃 當你踢世界盃 你都不判輸來踢 你怎會害怕 你沒有心理壓力 但當你日本 就是很想衝過去八強 即是踢到幾屆十六強 我覺得我的實力 根本日本的實力 是應該入八強的 即是你看到他整體上的表現 其實是黑羅地亞 真的有經驗 可以守住他 他可以在分組賽 贏得西班牙 和德國證明到他的實力 還要用申報一教都可以贏得 即是你可能 你找個穩定一點的教練 沒有那麼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你再選人選得好一點 即是等於我找張寶春這樣說 不是 寶春Sir也很好 不是 我找肥康來教 肥康是嗎 我找肥康來教 是的 所以 是的 即是日本肥康 是的 我覺得香港隊的發展 我當作兩條路這樣說 一個像日本一樣 我全體清分 因為日本的清分 大家都知道挺好的 JL整個系統是挺優秀 你便做到一對實力 那麼平均 前中後三線 連同龍門 都是有實力的 你便可以穩定地踢到十六強 總之可以出線 十六強暫時沒有衝得過 又或者你可能是找一對 我想韓國也是整體戰的 你找一對可能是 又是靠一兩個大佬威爾斯 又是靠藍斯和加利夫巴爾 你靠一兩個頂良柱去帶著對球 其他就叫做幫你蹲蹲蹲蹲蹲蹲過去 我覺得香港有些後者 因為始終都解決不了我們的制度問題 這一刻我不見到香港可以做到一個很平均清分的地方 你可能都是靠幾個天才 而他們又肯留在足球 然後其他球員可能能夠持續到 那麼生性上去 這也是那些老生常談所謂的足球人口 你看到我們這一代去到於23那一站 大家都說他們是不錯的 也有些紀律的問題 於23打後有些甚麼人呢 你看到我們這幾年都沒有哪些球員走出來 其實你看到聯賽自己講超 都沒有一些可以踢到這個級別的球員 你不要說怎樣出場 真的說真的 講超級的級別都沒有 就真的不要講世界盃 就是了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是偽命題 我作為一個討論 無可不可 但是認真一點說 與其想世界盃 不如想到接下來的那一屆亞洲盃 還有我們的目標 當然希望每一屆亞洲盃都先進入決賽週先 這個叫中短期目標 但是一點都不樂觀 因為有幾個因素 一來就是整體上香港的人口 未來幾年你是看到 因為撞症沙士二千爆破後 沙士應該是二千年起 頭幾年的人口下降得很厲害 再加上之後的雙非 即是那幾年你就算看出生率是高的 但其實留在香港的可能很多都不在 再加上移民潮 會不會那些年輕人都跟了家人去 其實移民潮很多是走小路 比走大人 大人可能會回來流動人口 但是小朋友過去讀書 落地生根 也很難會無緣無故回來 你大人回來回流 香港是賺錢的 但是香港讀書好不好 比我都不在香港讀書 你反過來可能大人回來 賺錢留在小奶奶那邊讀書 假設你現在有十多歲的小孩 然後去到那邊 本身小時候很喜歡踢球 之後你會不會想想 不如我們回到香港踢廣超 在香港發展 其實感覺是沒有什麼可能 是的 如果你踢到 可能在當地的區隊 或者當地的非支聯聯賽 甚至是甲魚丙丁組 反而機會更多 因為那邊有一個完善的訓練系統 以及有場地 先不要說其他話 如果你真的要父母給小朋友 如果我有一個兒子 我和我去到英國 我不會回來香港踢廣超 其實有些天荒夜談 所以其實這件事 對於足球人的影響又大 是的 還有剛才所說的 我在帖子裡 也有些頭迷在討論 其實是否外流多些人 可以多一些機會 等於像日本那樣 但其實結構性 就像剛才Wingo所說 你本身這個J系列裡面 有一個競爭性強 和完善的制度 令那些人的競爭性 才能推出一些人 推出一些人 推出一些人 表現好 才會有外國人看中你 你不是在香港 踢足球小將 然後突然有一個人 踢到超級班 走出去外面 其實那些球探也不是這樣看的 是的 或者樂觀一點 其實現在有些事情正在發生 例如余子男也上去梅州客家 聰明的上去中超 在中國大陸下班 我覺得這已經是比較現實的外流 沒錯 你說如果去印尼 那是誰試過的 學熙試過的 但是老實說 印尼的整體足球水準 是否真的高過香港很多 你又不敢這麼說 你說去日本 我們有一位朋友正在試 但暫時都未成功 還試 不知道 他說拜拜華文斌 是 K系統 那時候也有J 即是F 即是J 即是J J 有想過 是否那時候 Kim Sir的年代 是有機會引戰一些人去K系統 試試 我記得那時候 海警 海警其實是因為跟韓國那邊 都是比較多 聯繫 大頭試過帶幾個過去韓國那邊試腳 沒有回音 我想更難 因為韓國的球球很粗 很體力化 香港球不過去真的沒有什麼優勢 反而在日本 大家可能還是踢開一些聰明球 有些出路 無論如何都好 我覺得香港球員如果去外流 我覺得當然好 但是我們要看本地足球環境 即是兩者是相負相成 如果本地足球環境不高 整體環境不高 你不會有好的球隊 你不會有人投資下去 你不會有高薪 你不會有高薪 留不到一些聰明球員 那整體上 這件事是很和稀釐的 你也很難會無緣無故 說有幾個聰明球員 然後出去外流 這個挺少的 除非好像 美國隊今年有韋亞 韋亞老闆 大家都知道 那時候在津巴布位 去踢AC米蘭 做為總統 你很少會有這樣的 相對上不是足球強國 然後有一兩個 可能去到 一個很厲害的 即是雲祖柏的時候 是哥斯達尼加 然後去踢英格蘭 為何我講那些人這麼多 為何我講那些人這麼舊 你全部都講那些 2002年的班 對 約機 即是那時候千里達 千里達那時候 都叫做踢過世界盃 他就去了2006年 德國 對 德國世界盃 所以 我覺得 是的 希望 當然 Heaven Set 到最後都希望 會有幾個爆出來 但是 你說那幾個爆出來 其實都是要看回整個大小 所以我說對世界盃其實不存期望 亦都無需要 其實你騎你做什麼 你自當全高遠 你覺得要想遠一點的 那就是世界盃 但是 定我年期意義不大 現在我們正在催促是三四年 2034的目標 這個是口號式 口號式 而已 2034其實很快 就一聲就來 那你現在就是這樣 有多久呢 就是了 你現在就是這樣 你覺得過多 2034 12年之後 其實我們八年之後 就已經要有一個 去到世界盃的修成期 是 那我代數一下 你也要踢兩屆亞洲盃 你才有這樣的實力 去普通出世界盃 是吧 數到現在 不如近一點來講 我們講一下下屆亞洲盃 如果都能進入決賽州 那這個就真的很令人鼓舞 其實你現在踢到 即接下來我們進入決賽州 明年的決賽州 跟著如果下一屆 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踢這個決賽州 任入決賽州 已經是一個問號 是的 這個我覺得挺大的指標 這個挺大的指標 我覺得 其實作為香港球迷 現在你問我 看著世界盃 我覺得香港隊 希望做到幾點而已 第一點就是 接下來亞洲盃決賽州 不要太難看 其實今年我覺得 有一個特色的就是 除了卡塔爾之外 沒有一隊弱隊 是說很難看的 沙地贏過球 有一場勝仗 接著之後 其他弱隊 甚至乎我們在說 塞內加爾 加勒不用說 塞內加爾也能進入淘汰賽 那些非洲球隊 其實成績都很亮麗 所以就算剛才說的 加拿大也是第二場 第三場也是 非洲大不球場 非洲大不球場 其實有時候 就是視在人為 當然土地是一個問題 但是 政策不配合 你有地也沒有用 所以其實 我覺得有一點可悲 譬如以菲律仔 陳少軍為禮 其實感覺上 本地聯賽 就是什麼呢 好像你在香港 看到那些 叫做貧富懸殊 那種感覺 有工沒有人做 有人沒有工做 有能力踢 那些就不踢 或者不能下班 然後實力上 稍微有一點距離 繼續追夢 所以是否對聯賽有好事 競爭性 其實引申 我們剛才所說的 結智的組軍 其實嚴格上 也有些連帶關係 你的聯賽的水平 競爭性低了 小鬼扔錢 是的 我巴爾浪費了 單欣也可以休息 甚至明家索夫 不用長長出 單欣再長計 其實這個感覺就是 本身正正經的搞球 那隊 所以大家經常都說 很多人都希望 結智不要贏得那麼快 其實有些競爭性 讓他不要 原來現在 這麼近 還有人在排第28分 他仍然有本錢 放下主力 仍然認為夠做 這也是我們聯賽的感覺上可悲 可能現在他的唯一對手 就是看著李文 我現在做了李文 基本上我的聯賽就搞定 其實就是你在這種感覺 或者反過來 他覺得如果輸給李文 他更加可以放棄金櫃 即是你沒有做 例如你已經輸了第一回合 如果第二 今天好一點 今天第二巡返 在最後一場 捉了可能有軟件 結智不要那麼快 我免得你去到半季 連單欣也沒有 現在叫李文 不要這樣快 不要到時現在勵行公事 結智不會站出來 排隊拍手掌 不過還是那句 說到底還是要解決整個結構的問題 剛才我們還沒有提到結構的問題 不只是那種清分 整個聯賽的融資結構 香港不是沒有錢 香港從來都不是缺少錢的地方 但怎樣把資金引去足球圈 其實很難 你說香港沒有人看球 但是我們經常這樣說 有時候球迷都會很喜歡拿回那個年代 即琴姐精工那些 大家拿出來比較 就是為什麼那時候會有有錢人 肯不顧一切地扔錢下去 但現在只剩下李文恩 現在李文恩也是不顧一切地扔錢下去李文 當然對他來說也是豪子 但是你說到尾都是 我會不會找到多兩三個人呢 還有有沒有誘因令他扔錢下去 香港有錢的人真的不少 大把錢這些 扔下去一年一千幾百 買一間屋子給一個祖母也不止的錢 二千萬已經夠結智大半對 三個兒子也過億 說真的 徐梓琦柯健出來 四叔派給全集團 上下每人二千元利是 那裏剩下都已經夠養對球了 搞多貴 說真的 你四大地產商就算不是地產商 一些香港比較大的做實業也好 甚至是紅酬股 其實有時候你說中學資金還是好 這件事大家都會聽聽 我很少說 有人放錢下來 正正經經 你出錢給球員 那我就可以了 你有什麼目的呢 我不知道 你也不用理會 我不理會 像富力這樣 那兩年真的抬起了全香港 所有球員的人工 何樂而不為 說真的 現在大陸的經濟都一坨糞 我覺得不復再 但是假設再有機會 無論什麼資金也好 就找人來玩一下 是錢的遊戲 世界盃卡塔爾 扔了2200億美金 2200億美金 香港現在是2200萬港幣的球隊 也不太多 除了李文和潔子 下面那幾隊掃到 可能三四隊 隨時五隊才掃到 二千多萬出來 所以 沒有人幾球 對 他就要贊助一兩百 你現在是用甲組的預算 來踢超聯 那整體實力當然是低 所以其實 這個也是正正回應 我剛才所說的問題 譬如球探 我當作外國 你看到你本地聯賽 踢得會飛的球員都沒有用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會看回聯賽的水平 這個質素是簡單的 等於 你不記得幾年之前 那時候 袁振星在踢甲組的時候 在神器的時候出場 一季入入幾十球 四十幾球 難道大家就會撇得他 他上來超聯之後 成為神赤守城 一個球星 即是不同 因為他知道等級不同 他上來後 他的負力也不能出 就是 所以其實這個 跟那個水平很有關係 首先 我們經常都說 你香港隊的成績要好 其實你本地聯賽的水平 亦都不能夠有差太遠 才有競爭性 現在你感覺上 你每一年本地的賽事 感覺就是 好像拉閘成軍 夠不夠人 抽狗隊 我覺得 以政府這兩年的口號式 下年 其實不僅沒有鋼板 可能再多推出兩隊甲組 其實是 跟今年的情況 再進一步 去拉近實力上的差距 即是說 可能我下一年 譬如我把北區拘捕了 北區 然後可能是東區 甚至乎 可能還有一隊 中西 中西區 即是跟中西區 這幾隊升上來的話 首先我們不要這麼悲觀 覺得所有都好像深水埗 但是其實 如果差不遠的話 即是在聯賽裡 有一半球隊都是在下游 或以上 即是可能 十隊球裡面有八隊是下游 那你怎麼搞呢 即是排第三個隊 只是沒有那麼差的下游 變成球壇關愛隊 其實你看到現在的 港會排第四的現象 其實都多多少少有這種意味 即是你們 即使港會踢得多神奇 都好 其實今年他不應該排在這個排名 其實相對見到 我們本地聯賽是其中一個可悲的事 其實當然 我相信現在球迷的焦點在世界盃 沒有人像我們這麼無聊 在講本地球 我們都講了兩個字世界盃 是的 所以其實今個星期就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踢完 這兩個星期 其實世界盃 應該數到手指 可能只剩下八強 到十二月十八日 十場球都沒有 踢完之後 大家快點回來看本地球 其實這件事 其實入場人數很影響老闆搞球 其實這件事不是賺不賺錢的 你看到長一場球 小媽三幾隻幾百人 李文欣隨時都會說 不是吧 原來對傑智也只有二千多人 也不行 所以麻煩大家入場去支持一下 給課金最實際 再不是的 入場的 就像Billy常常說 就是Pay Per View 就是給錢 支持一下東網 人家長一場球 這樣蝕都很嚴重 所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支持本地球 這樣就最好了 是吧 下個星期就有兩場球 希望有些生氣 其實也是青鷹杯 用竹種杯的八強 看到那些氣碼也不想說 即是吹仗 來到四強 有篇這些東西 你少一些球 反而是 人們未必是 那麼阻礙他們的時間 去看本地球 當你在看世界盃的時候 原來是荷蘭對阿珍 還有法國對阿珍 還有法國對阿珍 那你怎麼選擇呢 真可憐 好 今個星期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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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